他一開始確實是在柯介平的那個服務處 他從打雜開始 但是他那時候曾經去那個 吳東縣的電影裡面客宣 至尖啦 我誓實啦 他之前追我樓上一個美甲店的老闆娘 常常在我家門口等 我知道他多高啦 然後重考了一次還沒考上 第三次 就是他第三次考上 大家會覺得說 你果然真的不適合讀書 重點來了 周玉寇問完了這一趴 然後你知道 周玉寇突然問了一個問題 讓林至尖說 讓你的那個壽司照片給我看一下 然後那個 那個林至尖說 他突然蹲了一下 為什麼要給你看 真的嗎 真的真的 大家回去看那一段 現場受訪不是應該都沙盤推好了嗎 我覺得林至尖他是一個防備心很重的人 各位 你們也知道 綠營一旦出包的時候 第一時間 一定要前往周玉寇的節目洗地 老寇也真是活力滿滿 就是他不管怎麼樣 第二天只要新聞嗨 他死也 不要這樣講 他會用排山到海之力 把這個人凹來現場 然後讓他上節目 所以京城就是林至尖受訪 這個林至尖說 自己時常到校園演講 分享人生歷程 高中念竹東高中 是當時新竹的二中 雖然是升學學校 但因為年少輕狂 放棄學習 高中沒有考上大學 在學校很少見 之後連重考也沒考上大學 接著去當兵之後退伍 才又重返學校念書 第一個 這邊我們要希望新竹的當地人 可以站出來 勇敢的告訴我們 竹東高中 到底什麼時候是新竹的二中呢 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 新竹的高中大概就除了竹東 不不不 新竹實驗中學 別忘了 對 實驗還在更前面 實驗中學是前面的 所以我聽到這一段 我也覺得怪 因為 可是竹女也不錯 怎麼排也是四 男生 男生 你要林至尖讀竹女是哪個 也不是 CLC說 我是曾經的新竹縣人 竹東高中當時很爛 好不好 沒有 你要知道林至尖讀的 大概是民國 民國80年前後 好 這個 馬上新竹的網友就出來說 黃君如說 也許在竹北還沒出來之前 然後七龍令說 屁啦 竹中下來是竹北高中 還有人說二中 倒數第二中學 他合理 竹東 好好好 我真的覺得林至尖很會認知作戰 林謙說 實驗竹中竹北建功竹東 我跟你講我連建功高中 我都去演講過 我就沒去過竹東 這個 真的是很好笑 好 你看有塔利班來了 互助會 說一群沒有念過研究所 跟不懂學界行規的人在草新聞吧 幹 學界行規就是抄襲嗎 抄襲是什麼意思 抄襲是你跟人家有八成一樣 林至尖想告的話也告我 幹 為什麼沒告我呢 我最想要衝進這個亂世當中 好 那這個 接著去當兵之後退伍 才又重返學校念書 林至尖坦言 小時候爸媽很疼他 給他很好的學習環境 自己高中時卻沒有好好學習 當兵後家裡發生巨變 家裡變得很辛苦 身為長子要扛責任 自己就半工半讀 唉 這種垃圾受訪文 我要念那麼久很累 但我要給他一個吃飯的時間 好 林至尖說 自己曾做過很多不同工作 曾經顛沛流離 但出社會後就是個穩定的人 且想法成熟 跟十七八歲的自己不一樣 當時擔任柯建民助理 並在柯鼓勵下讀了大學研究所 大學念中華大學 碩士也是中華 我當上議員 再去考台大國發所 並回憶自己考上台灣大學 時常一直搬家 想要他念青椒大的爸媽 很開心啊 太感人了 沒想到柯建民 在這一個故事裡面 變成了為善不遇人知的 一個長腿叔叔 我跟你講 沒想到這故事越來越複雜啦 沒有 我跟你講 他一開始確實是在柯建民的服務處 他是從打雜開始的 因為他的學弟也只能打雜吧 據說是從 大學考兩次考不上 他是從洗碗 沒有沒有 他不是立刻印介就去 他真是洗碗那種打雜 對 他是真的洗碗 他是那種小弟在服務處當小弟 柯建民的服務處為什麼那麼多碗可以洗 不是啦 那早期服務處會有人在那邊吃飯 炮茶什麼炮茶 他就一個小弟跟在旁邊 然後呢 據說是這個 因為那個年代 我還沒有開始報新聞 還是我還小 太早以前了 對 然後那個 反正老柯就覺得說 這個年輕人 跟著他也不錯 怎麼樣 他就會勉勵他說 那你去讀個大學 才開始考 這麼令人感動 不是 然後就 不是 就是想要栽培這個小朋友嘛 那 真的假的 他那個時候也是輸油頭嗎 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 我不認識他 但是他那時候曾經去那個 吳東線的電影裡面客宣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這次我有拿 我有拿這個截圖給你看啊 這看不出來 軍教片 哦 這個網友 May I help you 說 早知道是這樣 像夢一場 我才不會把論文都抄同一個內容 早知道是這樣 這樣如夢一場 我才不會把論文都抄同一個 幹 波基很像在當兵的時候 隨時想要唱歌 嘴巴裡塞滿滿也要唱 好 因為我是中國的羅陀 我們那時候發音是中國的羅陀啦 你那個時候突然發一個哲的音 唱不下去好不好 好 等一下網友把它整理出來了 爸爸經商失敗 連十萬元都拿不出來 又是考上中華大學 還是文組 整個感覺人生就是沒有希望了 但是如何在畢業後逆風翻盤 這是十分勵志的故事 這根本是可以拍成粉土劇的故事啦 看起來就是因為加入民進黨 成為大佬的助理之後 人生出現的質量飛升 所以大家要知道加入黨 你人生才有希望 等一下 有網友講了一個八卦 什麼 因為之前一直有一個網友叫陳伯伯 陳伯伯說 林志堅我知道他多高啦 為什麼 現在當兵是上中華的駱駝 不能上中國的駱駝 對喔 好 幹 靠杯咧 好 我們那時候都還是中國的駱駝 我跟你講 因為有一個網友叫陳伯伯 我們每次在討論林志堅升高的時候 他都會跳出來 他也特別董內講說 啊 志堅啦 我實在啦 他之前追我樓上一個美甲店的老闆娘 常常在我家門口等 我知道他多高啦 然後那時候想說不會吧 幹 林志堅看起來 簡直像是讀哈佛的一個網址一般 怎麼可能追美甲店的老闆娘 對職業沒有不敬 美甲店的老闆娘很多很正 我抖音上有很多追蹤 但我的意思是說 林志堅不會去美甲 你怎麼接觸得到他 後來看了這個介紹之後 我才明白 原來本來的人生 跟現在的包裝是不一樣的 好不好 這個我們才明白啦 好 這今天聽到的八卦呢 真的是不一樣好不好 好 在我們講完 這麼令人感動的故事之後 第一個 我們先講 因為我們等一下進到 比較枯燥這個比較 我還以為枯細咧 枯燥的那個論文比較之前 我們要先講一個 逆流而上的人生故事 可是小尖尖啊 你的團隊在這個時候 跳出來說自己功課很爛 是不是更加深的 大家對於論文 到底是不是自己寫的懷疑呢 這個危機處理團隊 是不是堪比侯友宜的團隊 就是我的意思說你跑政治那麼久 這個時候受訪你應該要講說 可是我後來很認真了 我後來沒有那麼阿薩布魯 連個大學都考不上 所以我論文都自己寫 而且還要描述一下 我在寫論文的時候 挑燈夜戰 阿薩針刺自己的大腿 懸良刺骨 還不小心刺到老二 後來大出血之類的感人故事 怎麼會這時候講錯嗎 我那時候其實就是一個 很爛不讀書的人 沒有沒有我告訴你 其實我有去 特別中午有去看這一段影片 第一個我比較訝異說 就是他講的那個那個那個 有人說那個潘舟丹 歡迎潘舟丹 趕快啦 不要每一次都玩這個 這個哏我知道 七八咧 爛死了 還有有一陣都會查 我已經知道很多哏 到底什麼東西 好 總之呢 這個第一個就是說 他講說他考 重考一次都還考不上大學 真的三次 沒有重考第二次 就是說 第一次考是應屆考 就是說第一次要去考 然後重考了一次還沒考上 第三次 就是他第三次考上 這個用那個 就考三次考上 用三國演義來講 這叫三顧茅盧 幹三顧茅盧 三顧茅策 好 那總之呢 這個第一段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說 你果然真的不適合讀書 其實是 我跟你講 我一直不會認為 讀一個研究所什麼了不起 很大部分原因是因為我考上 但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大家都要虛榮 就是 你明明不是那個料 看了也知道啊 很多名義代表就是 你不適合 處理社會事 幫忙殯葬 解決 糟糕 你看 菲爾不是一個阿薩布魯的學校 不管他就是 榮譽社會博士 然後我想說 黑社會 哎呦 榮譽啊 就是榮譽 不是我當初看到這個學歷 我想 好等等 小智 讚 小智 讚 好 我們讓我們拉回來 就是他接受這個 穿訪之後 你不會讓人家的 那種 不信任感 就更明確嗎 英國學樂大學 榮譽商學博士 美國布萊登大學 榮譽社會學博士 這兩個就不一定不是 阿薩布魯學校 因為 雪芬爾不是學樂 反正我就記得有英國什麼什麼 什麼大學 好 那這個過去 反正 他講的這一趴就是說 他證明他不會讀書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他 他在講這個台大的論文的時候 他主要的論點 就是說 因為那個余震煌 有寫 謝字裡面有寫說他提供資料 然後加上 加上那個 那個陳明通的 的那個那個那個 傳給郭正 傳給郭正亮的簡訊 最奇怪一個國安局局長 竟然在一個投資的 投資的一個LINE群組裡面 傳去 給前民進黨立委 媽的國安局在幹什麼 然後 總之呢 他把這個 他把這個 訊息 這兩個事情是他證明說他在台大國發所沒有抄襲的證據 好先不管 我們先不管他可信不可信 好 那重點來了 那個 當周玉寇問完了這一趴 然後你知道周玉寇突然問了一個問題 讓林志堅說 我跟你講那一段大家真的要回去看一下 就在他講台大論文的最後面的時候 周玉寇好類似 類似就是我們又要來模仿一下 那你的那個碩士照片給我看一下 然後那個 那個林志堅就傻 他突然頓了一下 為什麼要給你看 然後 那是一個 真的嗎 真的真的 大家回去看那一段 現場送訪不是應該都沙盤推好了嗎 我告訴你那一段是 他應該是聽錯了 他是不是講說碩士論文要不要給我看一下 哦 然後你知道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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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周玉寇馬上說 你那個穿畢業服的那個照片 我都沒有看過啊 然後那個林志堅 哦那個那個沒有啦 那個很久了 哎呦 大家回去看那一段 真的 為了這一段 真的我那聽到那段 我傻了 我想說他是不是聽錯了 對方可能以為說 幹是不是 黃耀明套上周玉寇的皮 今天想要陷害我 反正就是 哎 我覺得林志堅他是一個防備心很重的人 真的 那所以在這整件事情 我認為很簡單啦 那個有沒有抄襲 像之前你不是講一個 有一個這個這個網友來質疑說 你們有沒有碩士論文 你們評審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兩份論文余政煌跟林志堅 你不需要學位 你就看得出來 他們太像了 你只要試制就好了 我跟你講 我很想要去路邊的雞排店 問老闆你覺得這兩個是不是一樣的 因為太明顯 他不用軟體 不用分辨 就你印出來 他媽怎麼連開場都一樣 大家都很喜歡水蛇嘛 我們就推出了三種 好康的組合 那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 維穿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 會再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也不會傷害肌膚 趕快到快點GO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 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